歡迎回到市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坐在我身邊的嘉賓 仍然都是要財政血研究部的副經理 席耀輝Stanley Stanley 你好 你好 Stanley 有位家庭觀眾是WinWin 就傳出電郵問題 就想買耐銀股 先看耐銀股今日走勢 見到建行方面跌9仙 去到5.7 公行跌5仙 中行方面跌5仙格 跌超過1% 農行跌4仙去到3.42 交行方面跌9仙 招行跌2.6 最新報15.74 信行跌1仙跌超過2% 民行跌3仙 重慶農村銀行跌3仙去到3.57 VinWin的問題就說到 重農行方面 明天隨正 今日可不可以買 他說買農行好些 短線來講 以7日交易天計的話 哪一個方案 賺錢最多 他說是否應該買農行好些 想請教你的意見 如果說一個星期的話 就比較難去估計 當然你說 如果以收息角度 你說 重農行明天就隨正 你說想駁過收息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畢竟你看看重農行本身 其實都近日的走勢 都叫做比較一般 其實看回近日來計 在3.5%的水平 其實我支持力度都見得到 你見到近日來計 都叫做還行 所以變相都是可以說是 這為是支持 但只不過你看重農行本身 或者農行本身 其實兩間銀行股 就在之前公務的 首位度業績上 重農行是稍為優勝 但是農行本身 你見到增速 都仍然有2.7% 反映似乎 如果比較保守一點的話 我又會覺得 農行反而比較好一點 因為始終你見 重農行 其實之前一直都急跌 之前都急跌這段時間 除了業績因素之外 而且本身也是 因為重慶方面 大家都知道 比較多一些 政治上 一些層面的事故有關 所以如果真的要選擇的話 我個人都是傾向於減農行 畢竟農行作為一個 四大國有銀行股 其實增速可以說是最快的 而且估值上 其實都是相對比較吸引 所以如果你是以中長線投資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 你說農行的吸引力 都是存在著的 所以如果你是以短線 純粹炒短線 就像剛剛 嘉年館中說到7天的話 重農行的升的機會 可能比較高一點 但如果你是長線的話 我建議買回這個 買回這個1288農行 會比較適合一些 好 麻煩你 另外不如我們聽聽家庭觀眾 張小姐的電話 張小姐 你好 張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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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新戶口 但我現在想入中國銀售 或者173 不知道哪個價位入口呢 想入國壽 現價20.1 今天跌超過1% 最低見過20.05元 國壽20元是否有成節呢 其實國壽本身 如果你在內險股裏面 我自己就看得不太好 因為始終你見到 在業績上也好 或者看本業方面的發展也好 其實做得真的比較一般 大家之前看好國壽的原因 都是因為最主要看A股 投資勢力方面 如果A股做得比較理想的話 都變相對國壽和平保方面 即這一類的保險股 投資收益有個比較好的幫助 但只不過 大早知道 你看看來的保險業發展方面 似乎做得比較理想的話 都是這個平保 你見到 譬如說國壽本身 那個視潛度方面 其實都不斷被國壽 太保和新華人壽蠶食 所以變成本業發展上 其實我對國壽的前景 就有所保留 但只不過你看看股價本身 到這些水平 有沒有定直播率 其實我覺得都是有的 如果以短線角度來看 因為你看看圖片上 你會見到股價 其實現在現時 都是處於一個跌到內 接近下降軌 即是一個中線 一個上升軌 一個下降的支持位 大概20元這個水平的位置 還有你看看之前的時間 你見到股價 20元這個位置 其實都認為支持率相對比較強 所以到20元這個水平的話 其實你想說購買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考慮 但只不過可以留意 一件事 其實它的股價 如果一旦破20元的話 其實形勢上 有機會逆轉之餘 有機會再考驗 就是19元左右 即是之前18.5元 至19元左右 這個支持位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是20元買的話 我也建議先設置指示位 在大約18.5元這個位置附近 上面現在先看大約1.5元的水平位置 另外也想問一下加華國際的利物家庭觀眾 他想問173現價3.27元 今天跌超過2% 早前見了3.49元的高位之後就回落 現價買又靜不靜博呢 173反而在本地地產股當中 它叫作中小型 但始終它的表現上是做得不錯的 尤其是公司在之前公務業績的表現 都是比較理想的 還有公司在打後的這一兩年的時間 都會比較多的新款推出市場 所以變相對於這一兩年 那個盈利會有一定的保證 所以你見到股價 其實為何會走勢上 其實有點移 可以說是逆市 甚至乎逆這個版法 做得比較理想 有這樣的原因 即是它本身的業務 在未來這一兩年的表現 應該都可以做得不錯 所以股價方面 近日來的似乎 都是跟隨大市的調整 只不過前景方面 我個人覺得 都仍然是做得比較理想的 所以我建議一下嘉倪廣 如果你未有貨的話 想買貨 我建議可以讓它落到3.1都附近 可以買入 現價來的20天線左右 就可以買入 最後先剩下目標 三個半水平 即是前高位的水平 下面先移到2.9 還有一個指示位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張小姐 3.1可以入173 我現在掛 3.1可以考慮一下 在這位置買入 知道 如果平保 我多少錢可以買入 好想問平保 平保 現價61.75 今天跌超過3% 最低的61.1 61.6 今天走勢做得一般 ucci馬Dee 如何比較好啊 平保 證明挺準確外 所以證明保 又多是一些投資 和銀行業務 對營利吸引方面 住一個彼此 譴著一個幫助 除此A股的表現是回穩 除了投資資金方面對平保有幫助之外 平保本身也有成銷生意 類似保證人生意 所以在這方面公司都可以受惠 股價方面近日做得比較頑皮 特別是你見到股價 在之前升上大概67元以上的水平之後 開始有一個比較顯著的回徒情況出現了 但只不過我覺得平保的業務發展上 我覺得相對來說是做得比較理想的 所以如果初後看的話 我都建議賣入價 其實60元以下是一個比較好的賣入價 如果你有機會回落到60元以下 其實可以考慮 只要股價不跌穿 你說56元這個水平的話 後市來計作存上68元的機會相對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是短線操作的話 可以先定目標價回到68元這個位置 下面先去56元的指示位 多謝張小姐的電話 另外想和你談談 近日創新高的股票 但股價亦有過掉頭回落的情況 剛才說到中移動 創新高後連跌三天 另外見到騰訊股價表現 亦是繼續下跌 去到224.8元 今日跌了接近3% 早前的豪賭股 好像銀魚、又或者金沙中國 都有過掉頭下跌的情況 如果高位追蹤的投資者可以怎樣做 見到這些類型的股份是否開始見到頂 如果你問我是騰訊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 見到的機會相對比較大 事實上 你看回騰訊之前 股價為何炒高 最主要是因為Facebook上市的因素 大家當時見到股息上 各地大行都調升了目標價 但問題是 你看看本業本身的發展 即是網友業務 以及即時通訊方面的業務 其實那個增速是在放慢的 大家在憧憬一些新業務 可能會有一個比較烈性的表現 只不過我自己看回業務發展上 似乎你新業務能否為公司達到一個新的增長點 我暫時還未見到 所以我對他的表現上 我覺得在前景上 我是要保留的 而且見到股價 近日來計劃的調整 但似乎你說 究竟有沒有機會再有一個反彈的石頭出現 我覺得似乎有機會相對比較薄 所以如果你該買了貨的投資者 我覺得建議先留意到220元這個位置的水平 如果你要守住的話 暫時先拿著 但如果跌穿的話就考慮止蝕 謝謝Stanley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 要問回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支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謝謝 稍後回來 仍然都是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是傳電郵給我們 見到恒指方面跌178點 跌20306點 期指跌150點 低水186點 稍後回來見